大家好 我是乌兹 大家在滑IG或是Facebook的時候 應該都會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小東西吧 那最近呢 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短時間內被刷了一大堆這種看起來很酷的小東西 其中有一些看起來很酷之外喔 好像還真的有點用處 所以呢 我就收集了網路上這些看起來很酷 又好像有點用的小東西喔 想要製作成一集來分享給大家 首先呢 是這個 各位 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來 知水 你要不要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 螢光棒 看起來很像螢光棒對不對 但不是 其實 它是筷子 什麼東西 而且 你其實猜得也沒錯 喔 SHIT 可以當成螢光棒用的筷子 感覺超沒用的 很有用好不好 很有用好不好 例如說呢 現在 忽然停電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又可以當成光源 然後 停電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拿這個東西來煮泡麵吃 但是看得到我們要把熱水澆在哪裡了 看得多清楚啊 對不對 看得很清楚對不對 很棒耶 我覺得這東西很棒耶 超棒的 怎麼會 我覺得這東西超酷 而且超棒的 然後呢 稍微等它一下 嗨 過了三分鐘了 超清楚 照得超清楚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覺得這個很好用了 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而且 這個東西 你現在是一雙的時候可以這樣子用 如果你買了很多雙 就可以非常 誰啊 誰會買這種東西 誰啊 誰會買這種東西 就可以非常有儀式感的吃泡麵耶 電信泡麵餐 超酷的啊 對 RGB電信泡麵餐 你應該要推薦網咖都進這種筷子 對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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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很嚴重的是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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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可食用的某種透明材質我不知道 然後這段不要碰到水 就這樣子 沒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全部都是像這樣子的酷酷小東西 OK 好那在我們繼續往下分享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酷的東西 我要分享給你們 不曉得各位會不會好奇 在這個自媒體影音的時代 我們究竟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呢 就讓號稱百萬業配之王的 厚厚為你帶來紮實的內容創作課吧 厚克曾經製作超過800支影上的影片 經驗非常豐富 在這堂課中 它會用8個小時的精華式重點教學 從風格經營 內容創意 影音企劃思維 剪輯製作 到創作者經營等等 全面分享最實用的技巧 無論你是想記錄生活 或是想要提升工作技能 都能用有限的預算做出吸引人的創作 而現在募資期間 這門課不只有4折的優惠 輸入胡子300 還可以立刻再值300元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立刻點擊資訊欄 還有說明欄的網址領取優惠吧 哇這感覺真的是蠻奇妙的 我居然有一天會業配 業配之王的業配 那雖然說我跟浩哥也並沒有特別熟 但是呢 他在我還是一個很小的Youtuber的時候 曾經有給過一些指點啦 對那個時候我來說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孤魯 所以今天能夠接到他的業配 我真的覺得 相當的榮幸啊 OK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介紹更多的酷東西吧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來的是這個 沒錯這個東西 聽著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一開罐就是很容易打開的罐 為什麼還要再一個開罐器呢 誒這是因為啊你們應該都會遇到這種狀況吧 就是 哎呀你不小心把這個拉罐拉斷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不是這樣子用的 當然也會有那樣子的用法 但是呢這個東西喔 據說是這樣子用的 來我就把這個鋁罐 這樣子 然後 蛤 這是台灣的尺寸嗎 什麼台灣尺寸 全世界的一開罐應該都是這樣子的尺寸吧 並沒有 誒 咬不上去耶 誒這東西 這個真的太大耶 OK好沒關係 那我們再去找不同的鋁罐 OK我們剛剛拿這個東西到大賣場去 一個一個隊喔 把塞了進去的全部都拿回來了 我們總共拿了這個 細長的鋁罐 歐美規格的鋁罐 跟細長的鐵罐 沒想到 原來這個鋁罐還有分歐美規格跟亞洲規格 這個東西好像是歐美規格才用得了 你看這個是亞洲規格的 剛好差一點點塞不進去 但是呢 歐美規格的 你看 這樣剛好塞進去 但是呢 因為這個是汽水喔 所以它這邊是有點噴 有點卡不緊的 所以呢 我還準備了其他的 嘿嘿 啤酒 有沒有 這樣就是剛好可以卡進去的 好 我們就拿這幾個來用用看吧 首先呢 既然我們是在亞洲國家嘛 我們就先用這種 亞洲買得到的這種 細長的鋁罐 紅牛 來 夾上去然後按住 它是轉 喔喔 什麼意思 等一下 沒有阻力耶 我按下去了之後 就是夠夠了之後 就沒有什麼阻力了耶 嗯 嗯 它就沒咬到啊 喔喔有有有 這樣就咬到了 喔喔喔喔 開了 有聲音 唉 我其實搞不懂它 開了沒耶 但是如果開了的話 我應該是可以直接拿出來的吧 它應該會掉下來 對啊 所以 所以它應該是還沒有 還沒有開 鋁罐太軟了 鋁罐太軟了 其實不太好用啊 到底開了沒有 我想看一下狀況 欸 欸 喔 已經開了耶 但是那個蓋子 直接掉進去了耶 其實 拆的還蠻工整的耶 然後這個切口 欸 怎麼刮手啊 這個切口 完全不會刮手 它超平整 哇賽 欸 這東西 多細耶 不過我其實是有一點擔心啦 因為根據我的經驗呢 這種東西在切的時候 都會產生一些那種鐵屑有沒有 所以我其實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有鐵屑這些東西掉到裡面 我覺得我要拿個透明的杯子檢視一下 OK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通通把它倒出來 看裡面會不會有鐵渣渣 喂 其實沒有耶 很乾淨耶 太讚了 太讚了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能耐 剛剛開的是這種亞洲規格的 細長型鋁罐嘛 我們來開這種 歐美規格的 一般鋁罐看看 我們先把這個環把它搬掉 不然那個環會卡住 讓我沒有辦法使用這個東西 沒關係 沒關係 開的也沒關係 OKOKOK 我覺得這個應該用起來 也會跟剛剛那個一樣的 非常的順 這到底開了沒啊 欸 欸 已經開了耶 這感覺超奇怪的 就是 你看它這邊 它是有四個刀片嘛 但是我看到它咬的感覺 好像就是 只有咬到其中幾個 然後就是 花的比剛剛還要很多很多的力氣 才能把它打開 嗯 它這個邊邊 也還是蠻平順的 好 那總之呢 看起來美規的這個鋁罐也沒問題 那我猜這個啤酒應該也沒問題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能打開這種 亞洲規格的鐵罐 很硬很硬很硬 哇這個阻力 阻力超大 但是 感覺好像可以耶 喔 真的能聽到的聲音 喔 一開的聲音 喔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我覺得應該一開了 來 哇 鐵罐也是輕而易決的就打開了耶 只是 每一次打開了之後 那個上面那個蓋子都沉下去 喂 它不是沉到最底下 而且我發現如果你開的是鐵罐的話 它就開始掉渣了耶 表面上就浮了一層那個鐵屑了 所以呢 雖然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是真的還蠻有趣的 它是真的可以把這個罐子 非常工整的這樣打開了 但是 如果你也想要打開了之後 直接能夠插個吸管 丟個檸檬汁這樣喝的話 嗯 可能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就是你會吃到一點點金屬渣渣 OK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酷東西吧 哇 下一個酷東西真的是超級酷啊 是這個 土蜗屬手套 不是 這個筆筷子還不知道可以幹嘛 欸欸欸欸 你有一點不識太三 這個東西超好用的好不好 這個東西 是圓藝的時候在用的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雖然說很像 欸 是 欸好像真的耶 就是那個噴漆噴一下 然後 噴是左手 那它是幹什麼用的呢 顧名思義 既然是土蜗屬手套 那就是挖土用了吧 不過呢 剛剛我老實說我買它 只是因為它看起來 很帥而已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呢 我們立刻趁到外面去測試看看吧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到底好不好挖土吧 最近幾個都沒下雨喔 這個地已經被 曬得整個都超硬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 岩屬手套到底有多強 會痛嗎 你的手會痛嗎 其實 手不太會痛 但是 因為這個地身太硬了 所以在挖的時候 我的手會在裡面 所以其實在挖這種硬的土的時候 這個岩屬手套感覺 並沒有特別好用耶 不過還是比土手挖還要輕鬆很多啦 那我覺得在軟的土上面 應該就比較好挖了 這個就很好挖了 這樣子挖就超好挖的 OK 那如果要 這是什麼園藝的專門人員啊 這個東西感覺好像是有一點用的 不過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好用 可能我還是習慣用鏟子嘛 可能有些習慣用這個人 找不到可以用的革新英雄 OK 那我們接著來看下一個酷東西吧 接下來要跟各位分享的酷東西啊 我個人覺得非常實用 那就是這個 各位應該是有這種經驗吧 就是你在看電視或是在玩電腦的時候 旁邊就擺一包零食這樣子配 但是吃完零食之後呢 手上都會沾到那個餅乾粉 那之前呢 我為了避免手沾到這種粉啊 我都用筷子這樣子夾來吃 但是呢 你也知道 筷子這樣子夾起來吃再放下 然後再繼續用電腦 再拿起來 再夾起來吃再放下 每一個動作 多花兩秒的時間 哇 這樣子吃完一整包餅乾 這多花了好幾分鐘啊 沒想到 居然有人開發了這個商品 來解決這種困擾 這個東西是怎樣 它是這樣子 直接讓你穿在你的食指跟手指上面 它是紙套 對對對 它是紙套 它完全不影響你用手機 或是用滑鼠 它直接一包餅乾擺在旁邊 你就可以一邊玩遊戲 然後一邊這樣子 我發現它的設計BUG 它中間的縫太粗了吧 這個是拿來給你夾那種蝦味仙之類的吧 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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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能裝得太後面 它裝得太後面的話 你的手指會比較粗 所以它會這樣子卡住 有沒有 所以它要裝稍微前面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個東西一個人十幾二十塊 我覺得真的還蠻實用的 好 那接下來呢 要分享給各位的 也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東西 甚至我覺得可能是我今天開箱 最實用的東西 那就是這個 手指盾擺 我今天在這裡告訴我 這個可以擋怎麼辦 這個可以擋的東西 超實用的 告訴你 這是阿興要用的 沒錯 這個東西就是給那種 不太會切東西 然後怕切到手 但是你用這樣子用 又感覺很不順手的人在用的 你看 這東西 超方便的 這樣子 你永遠不會切到手了 對不對 切菜速度大增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 超棒的 對我來說阿 當然對那種 可能已經 這個切得已經很熟練了 可以這樣子 這樣切的人 可能這個東西就完全沒屁用 而且對我這種 高工技能等級為一的人來說 這個東西 超好用 而且這個東西也是 一個幾十塊而已 我覺得這是 超實用 超酷的小物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各位 分享這幾個 超酷小物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這些小東西呢 雖然他們看起來 好像都是什麼 沒有用的發明 但我覺得其實 人類歷史上 很多偉大的工具 一開始都是這些 看起來沒有用的小發明 而且呢 這些工具看起來 雖然說好像沒有什麼 必須性的功用 但是他們確實的 是解決了某些問題 所以呢 如果各位日常生活中 有遇到什麼問題的話呢 欸 不妨自己花一些巧思 試著設計出一些 小工具來解決問題吧 搞不好 你也能發明出這種 真的能夠商品化的小東西喔 OK 那以上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因為這些小東西 單價也沒多高喔 在買的時候呢 運費都比他們本身還貴 所以呢 嘿 我每一種都準備了三組喔 要來抽獎給大家 但是呢 根據我以往的經驗啊 我在影片上面辦抽獎的時候 得獎者高機率都不會現身領獎 那YouTube又沒有私訊的機制嘛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直接就是抓到那個領獎者 說欸你中獎了趕快來領 搞得我每次都要重新抽獎好幾次 最後還是有東西自銷 欸我上次這個金裝回收紙簽名版都能自銷欸 所以呢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啊 以後像這樣子的抽獎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 我就會改到我的會員專屬Discord全去抽啦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參加這些抽獎 同時又可以支持我們頻道的話呢 欸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到我們會員專屬的Discord 跟大家一起同樂喔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你可以點旁邊小鈴鐺 或者去我的鬍子LINE 給你捨棍看一下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鬍子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